下面这两位石家庄的残疾人小伙也挺有想法的 他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手摇轮椅走遍了石家庄二环以内的六条主干道 绘制出了一份无障碍银行地图 5月22号记者在联盟路上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堡垒和甘露 堡垒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他蒙发了调查石家庄二环内 到底有多少家无障碍银行并绘制一份地图的想法 我们做这个的目的就是说能让更多的残障朋友能够走出来 然后能够走出家门 我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去取钱去了 结果走了两三家银行都找不到有一个有坡道的银行 能够让我进去去取到钱 所以鲍垒一提出这个事来呢 我就觉得这个事做的这个事应该做确实应该做一下 近四个月来鲍垒和甘露分头行动 摇着轮椅走遍了石家庄二环以内的六条主要街道 对这些街道上的142家银行进行了逐一调查 绘制出一张石家庄二环以内的主要街道无障碍银行地图 鲍垒说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残疾人提供一些帮助 唤起社会对无障碍出行的关注 一共是142家银行 其中就是有48家银行有 还是就是挺不进入人意的 希望就是说石家庄市的这些残疾朋友 可以就是说也加入进来 比如说你们家门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无障碍设施 你也可以在这里边标注 然后这样让我们整个石家庄市区的这些无障碍 都都都放在这个里边 以后我们出门会就更方便